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的锁匠画家颜荣宗 他一路求学成长路上坎坷挫折 15岁 挫学 学开锁 科颖章 从路边滩的锁匠 奋斗成为开锁之父 而十几年前他移民加拿大 拾起了画笔 短短五年 荣获当地画家最高荣誉席位 现在颜荣宗还把一生奋斗故事写成书 要赠送给辅导青少年机构 勉励所有青少年 不向命运低头 未来还要成立工艺生长绘画版 他是定居加拿大的国际画家颜荣宗 由于小时候生长在贫困家庭 国中毕业后15岁时 进入社会 从事所将及科应章工作 把一天当两天用 工作勤奋一做就是19年 到了民国82年 在自己年纪34岁时 选择退休移民加拿大 直到五年前拾起画笔作画 以只有不愿意没有不可能的人生座右鸣 替立自己 短短五年间 荣获加拿大画家最高荣誉席位 更得到全球知名品牌画笔公司 以他的名字为新笔套命名 成为时尚第一位 获得这殊荣的台湾人在全球油画界写下罕见记录成为台湾之光 我是希望说我们不管是孩子们或者是一些正在困境中混斗的朋友 我们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尽我们的全力做任何事情是没有不可能达到的 只要我们看重自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岁时就患有小儿麻痹长大成人后 不畏身体障碍与病痛磨难 依然勤奋地吊着手提笔画画 这样精彩奋斗的人生 袁荣宗今年三月出版了自传 追光勇士这本书 因为生命故事激励人心 震升广播公司台电台中区营业处 及民间善心人士 共同认购书籍 送给台中市立图书馆 张秀菊基金会等三个辅导青少年单位 希望青少年能从书中学习到 作者袁荣宗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克服生命中的困境 追光勇士加油 希望透过阅读的力量 也能够给这些孩子正向的启发 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心 拓展视野 袁荣宗柯硬章开索的工作历程中 抱着做别人的工作 学自己的功夫态度 闯出一片天 从路边摊索将奋斗开始 成为开索之父 而在学化自学五年期间 靠着自创的追光技法 获得国际话谈的肯定 回到台湾后成立 公益肾脏绘画班 希望免费指导肾脏朋友绘画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追光的人 一起为人生奋斗 人间卫视优雄台中采访报导 在国家的内容 等会选择